煙 都是煙 突然 突然蹭到耳朵 那耳朵還好嗎 耳朵聽不到了 鼻膜破了 聽不到了 然後結果突然 因為拍攝韓單元 所以耳朵有一段時間是聽不到 然後因為這樣住院 現在聽得到 現在聽得到了嗎 現在 現在好了 現在好了 因為煙火的關係 拉攏彼此間的隔閡感 這就是所謂的藝術交流 於是微微大膽假設地 向來自加拿大的Robert 提出一道課題 我最喜歡的是 全是綠色的 綠色的 綠色的 這很像小的蟹蟹 我非常喜歡這蟹蟹 這蟹蟹 這蟹蟹 我看著它 我會想像荷蟹蟹 這是我最喜歡的 他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我們看到一個煙火的 是一個全部都是綠色的 然後看起來水面上 就很像是有在跳躍的感覺 所以他很喜歡那個線條感 那是他最喜歡的作品 其實每一幅 都是這幾位大師們的精心作品 每一張照片都代表著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的當下 雖然沒有參與到 但透過欣賞大師們的攝影作品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揣摩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什麼樣的心情下 拍出這樣的作品 就像瞬間爆發的煙火 就像瞬間捕捉到的珍貴畫面 不需要太多的言語 想說的全都展現出來了 我還有很多好記憶 每一張照片都很像我一個故事 今天猜猜在我邊五個 除了三個中文隊伍之外 呢 必頓兩個是西班牙跟日本 現在已經開始燃燒了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這場 煙火比賽吧 劉揚除了他泡有名 還有一位響叮噹的人物 韓思彤 下段告訴你關於他的故事 呀 為了銀色夜火劃破天際的這瞬間 頻繁的人生也變得閃耀輝煌 這裡是煙花盛開的劉揚 劉揚不但花炮有名 也出歷史名人 在一千四百多年前 又因為花炮而聞名的李田 在清末明初 則有一位慷慨賦義的唯心人士 湖南出名人 而在劉揚這條熱鬧街上呢 據說呢 這棟古色古香的房子 以前呢也是出過名人的喔 到底是誰呢 每次講到歷史萊薇都會 哇 頭腦很混亂 可是呢講到他 萊薇一點都不陌生喔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歷史課們 讀過物須變法跟康尤薇 還有兩幾下一起進行 物須變法的彈刺童 而他以前的故居呢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好 趕快進去看一下 有什麼特別的呢 走 故居始建於明朝末年 本來是周姓慈禹 後來被譚思童的祖父買下 作為私弟 譚思童的父親譚紀勳 曾任官至湖北勳父 因定位顯赫 其宅才奉旨命為戴夫帝 出生於觀幻人家的譚思童 原本可以過著安逸的生活 卻因變法失敗被捕 當時有機會安然出走 但他卻毅然留下來 在後行時 譚思童提了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詩句 之後便在北極宣武門外的菜市口行場 英勇就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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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的剋 chakra 雖然已經整個重新翻修 但在小细节上 仍保留當時的民風 你们有发现这个门上面有什么玄机吗 我在这里 没错 现在看到这个门呢 其实这个洞口是以前 我们知道古代女子 她的身份比较卑微 所以女子是不能进入中堂的 她们看中堂的人 就只得透过这个 这样子偷看 还有就是相亲的时候 你也知道 古代的女子相亲的时候 也不能正视男方 所以只能在门后 透过这个小小的一扇窗 看一下相亲的男子 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以前古代女子身份 好可怜 我们现在就只能 留在这里看一下 原来她们以前看出去的世界 是这个样子 每每到故居参观到最后 卑微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的妇女看到的世界 就只是透过这小窗 看出去的狭小世界 还好我身在现代 可以游走四方 带大家看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呢 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看 即将登场的音乐烟火比赛 这个烟火节呢 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现在呢 进行的是音乐烟火大赛 而什么是音乐烟火大赛呢 其实就是烟火呢 要随着民放的音乐的高潮起呼 而就像呢 一个故事一样 可以让观众带到那个情境里面 而就可以获得优胜了 每个人呢 有十分钟的时间 而曲目呢 就自选取的部分 今年猜猜的队伍有五个 除了三个中国队伍之外呢 另外两个是西班牙跟日本 现在已经开始燃爆了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 烟火比赛吧 通常我们看到随音乐起舞的呢 感觉上是水舞 可以学着音乐的高低起伏 然后会有不同的视觉效果 可是没想到烟火也可以这样子 就像是在说故事一样 然后配合着音乐 让人带到那个意境里面 其实也是会让人家起鸡皮疙瘩的 是什么样的音乐可以撼动人心 是什么样的烟火可以让人赞叹连连 以多彩的流洋喝为背景 为了银色烟火跨破天际的这瞬间 平凡的人生也变得闪耀辉煌 这里是烟花盛开的流洋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目前不论说一些三四名到底是谁 我会觉得重要的是那个精神 然后还有大家对花火啊 烟花这份爱慕的心 音乐烟火比赛共有五支队伍参赛 第一登场的是日本方克火攻 是日本一流安全生产厂家 曾经代表亚洲参加雪梨奥运会并模式的烟火燃放 现在我们看到的烟火啊 不是它放的大就是胜利 它其实有规定连大人的数量还有大小 说多大的烟火呢 是只能有几只而已 所以在大家都只有一定量的时候呢 看谁呢 说的故事比较漂亮 谁就获胜 不就那个烟火 那是在牛山之路不我的 乱� souha读鲜